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错 历史与戏剧到底几分真假 包括说贵人啊有一个大房子 啥扯呢贵人连房子都没有 那么大的脾气呢就往往就发泄在 但是她的前提条件是发泄在公女身上 所以那里面有一个公女第二季就死了是吧 这种现象是可以出现的 而且呢是记录在案的 不过不是在雍正朝是在乾隆朝 后宫《甄嬛传》拍摄中 都有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看了她的表演 我的手就特别紧张做的那些 然后我就不喊停 以前一直说累吐了累吐了 我觉得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那天我真的尝试到什么叫累吐了 深宫礼节到底如何繁琐 公女犯错又会怎样处置 跪下一次 喝三个头起来 再跪下一次 再三个头就 一丈红就是用两个板子把下身打到残碎 本期超级仿奋 携手《甄嬛传》主创 为您揭开历史的层层迷雾 欢迎收看回员果汁《超级传传》 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来有请 陈建兵有请 小鑫 你好 欢迎… 走得很小鑫 打个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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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会员果汁超级访问 谢谢大家请坐 后宫 女人的天地繁花似锦 却飞机四伏 你是哪家的瘦女啊 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 想做死吗 本是一群美貌温婉的女子 只因存在于一个特殊的环境 不得不为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 勾心斗角 尔虞我扎 我家 你如今便目无尊非 倘若来日戴下皇子 又要怎样 你一起 每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真 一入宫门 深似海 在那深宫内远 耗尽了一生的青春 与美好 只为博得 意然欢欣 我想听听你对这个戏的看法 这个戏我觉得不同于 就是一般的这个古装戏 比如说我拍这个三国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遗憾 就他讲的都是前朝的事 就这个曹操他们在前朝 就是如何比如说 郑氏在这个上朝的时候这些事 但是没有这个后头的事 没有后宫的事 没有女人的事 当时就觉得一个人如果要完整的话 除了你的这个事业 肯定还得有你的家庭吧 你在家庭里的那个样子 也许才是那个最真实的那个样子 在外头或许有这个 比如说装的或者什么 为了工作需要的 就更人性的一面 对我就特别的遗憾 后来就是当那个郑导 他们把这个剧本给我的时候 我说正好可以就是把一个 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吧 就是他后宫就 他们家后院的这个事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 二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看到就是说 即便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这个金钱 那么多的这个权利 那么多的这个后宫家力三千吧 也不是说这个人 他就生活在天堂里 也许跟我们一样 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烦恼 就十几个妃子在后宫撕起来了 这中间这个男人是很难做的 对对 你拍完这戏有没有觉得还是一夫一妻好的 没那么多麻烦啊 我就别在这乱说了 就是一夫一妻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个这个这个政策 咱们这也就就是最好 哪个适合你啊 咱们就抛开历史原因 我觉得那句话比较适合 就是逆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银 我觉得这 绕得就是这句话 这样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后宫 甄嬛传的天花 大理寺少卿真远道之女甄嬛 年时期 甄嬛抬起头来 欢欢 你有了朕的孩子 可知朕有多高兴 你入宫多年朕是第一次打你 缓缓 朕是一定要除掉老时期的 朕只是给你个机会 你用你的行动向朕表明 你对他并无私心 事成之后 念回是大清 绝无异计的太子 因为他有一位 沈德镇信任 有能感的 恶牛 看着一段天花 毛骨悚然 真的看着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 真的真的真的 你说得跟那个精损第二个 特为惊悚 这一次旁边两位 大家看到了 一位是孙丽 一位是蔡少芬 孙丽以前有合作对吧 没有 蔡少芬呢 也没有 倒蛮有新鲜感的应该 其实我不是 我跟这戏里所有的这个演员 都是第一次合作 我都不认识 这里不光除了他们俩 还有十几个 就是他有很多个妃子 你有多少个妃子 十几个吧 雍正皇帝 你想他有多少妃子 十几个 雍正是这个 有名有姓的 这种有情节的 有戏的 有十几个 你就都第一次合作 都是第一次 那更有新鲜感了 刚开始给你感觉是比较 比较凶 比较认真 比较前辈的那种感觉 那妈妈后来了 跟她沟通的比较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她很会跟你 可以跟你谈笑 就是你好像逗她 还是骂她 她也会哈哈哈哈 就这样 因为传说 说皇上喜欢改剧本 改词什么的 有天我们拍一场戏 首先是我给她跪安 然后下面一句词呢 是她直接就是 说下面的 就进入事件 就说词了 然后呢 我就跟皇上说 我说皇上 您得让我起来 您说一个 你起来吧 我说我才能起来 如果您不让我起来 我是没有规矩起来的 然后皇上说 啊 让你起来呀 我可不改词 我可不改剧本 我不能让你起来 我觉得她很纯粹 她很可爱 陈建斌老师呢 是一个挺可爱的人 她挺孩子气的 很真实 她说话从来都不会 拐弯抹角 很直接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 小插曲 在现场 她看到我 然后她就说 哎呦 你生活中看起来挺小的 怎么扮成妆以后 显得那么老呢 哪个女孩子会愿意 别人说她老啊 然后我当时就回击她一句 因为要配你啊 陈建斌老师当时就无语了 赶紧就去请救星 就把郑小龙导演请过来了 问郑导 郑导 刚才那个 我跟华卉说她化成妆以后显老 她说是为了配我 你说她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郑导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合作完 你觉得每个飞的比较靠谱 我觉得都不靠谱 甄嬛一代皇后 从天真无邪到公于心计 从得宠到被废 又到东山再起 作为全剧的绝对女一号 以为人母的孙丽 是如何评价这位雍正皇帝呢 很多人其实对跟陈建斌合作 是蛮紧张的 说有的时候会说他临时 就是创意一来就改辞了 你们俩合作第一场戏拍得顺利吗 第一场戏拍完真的 我会有一些小紧张 哪场戏第一场戏 第一场戏是一个过场戏 不是很重的一场戏 但是要我们俩比较亲热 然后他也就说 我是皇上我不能主动 你得主动一点 但是 但这个还好 最重要是拍完戏 陈老师就问我 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演 这么严肃 他很直白的那时候 拍完第一场戏就跟我讲 他说 孙丽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 戏哪里不合适的 你要告诉我 你不能说 当面说你好 然后背地里你说 陈老师很难合作 但我不希望 我们再这么合作 当时听完我就惊着了 你知道吗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说完那个话 我就紧张了 我天哪 这才第一场戏 接下来那一千场戏 那怎么办呀 我就跟我经纪人也在说 我说 哎呀 怎么合作呀 我说 我应该怎么办 但是那天晚上 你然后回家 我打开电视 又看到 蒋青青的访问 就说他跟 陈老师的合作 他第一次合作 都觉得没法拍下去了 都需要跟 经纪人跟剧组交涉 就是要退出剧组了 不能演了 我看完以后 我就一点都不紧张 我心想合作那么不好 都能做老婆了 我一定可以 所以你俩合作还不错 其实我后来知道 他说话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他就是这样 他不是说 故意要为难你 要给你脸色看那种 给你下马威 他不是 他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我第一天认识 他是这个样子 派完戏 他还是这个样子 孙力是演谈新人 你们也是第一次合作 评价一下他的状态 孙力怎么变演 谈新人呢 跟他比起来肯定新人嘛 我觉得他本身 人家就是一 非常好的一个演员 我跟他合作 我觉得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他特别忙 因为这个戏 主要都是他的戏 每天我就看他 在现场都在背台词 因为大段大段 都是文言的那个台词 特别难拿 就他戏特别多 他自己做人磨的 对对对 就在那 那这里念着背词 就是四个多月 一直都是这样 语言表达上就很不一样 就是一开始 你都会不习惯 说这个语言 比如说好比 我们拍时装戏 就是你我他 但是这里呢 我对皇上说话 就是本宫 然后对华妃娘娘 就是嫔妾 然后有时候 对皇后说 就是臣妾 然后就是有时候 一句话里面 又嫔妾臣妾 本宫就是绕来绕去 你就会像绕口令 当时你拿着那么多台本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这是特别有压力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我最高记录那时候 一天差不多要被六七张A4纸那么大 五六张A4纸那么大的台词 他们说你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方式 你把剧本摊在地上 然后标不同阶段标颜色 你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弄啊 五十本剧本 我按照它不同的层次 然后用文件夹的颜色 比如一开始它进宫是特别清纯的 所以我的文件夹是白色的 然后当它热恋的时候 我的文件夹是粉色的 然后当它有纠结的时候 慢慢用黄色的蓝色的绿色 到后来是黑色的 所以我熟悉这个剧本以后 当我比如说导演说拍二十几 我拿到这个颜色我就知道 我现在是什么情绪 你看这颜色你就知道 我又回到了那个状态 对 是什么情绪 然后还有很多小图章 你知道小孩玩的小图章 那图章都有表情的 就是笑脸就很开心 然后露牙笑得特大笑的 还有哭泣流眼泪的 我就没场戏什么表情 我在那边瞧一个章 太好玩了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是啊 就给自己 我觉得也会很有乐趣 看到这些东西 自己也会很开心 这些剧本你都留着吗 都留着 有没有这样的在演的过程当中 出不了戏了 真的是太投入了 因为你前后拍了五个月 然后那么多场戏 你必须要静靠这个人物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 我记忆很深的有一场戏 就是我怀着运 春环怀着运 然后跑去皇上那边 给父亲求情 然后看到皇上在那写信 然后是写给他的纯元皇后 然后纯元皇后 他又写满满泪青 怎么怎么样 意思就是 他喜欢的是纯元 他突然看到了我 他觉得我跟纯元很像 就是把我当成了纯元皇后 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提升 那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 知道你是一个对方的提升 是件很残忍的事情 你全是因为纯元皇后 能有几番像婉婉 也算是你的福气 是吗 究竟是我的福 还是我的内 可这是皇上错 我更是错了 这几年的情感 这时光 究竟是作风呢 演完以后 我非常痛苦 让我导演坦停了 我还坐在地上在那哭 我怎么会突然反映过 自己是在拍戏呢 让陈建宾老师 特别认真拍拍我肩膀说 演得真好 我突然想到 我现在在拍戏 然后自己要回过来一点 其实是大家看得挺热闹 然后对演员的 其中的干苦之道都太少了 因为我们知道 孙力在拍这部戏里面 场次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 然后台词很多 而且呢 甄嬛这个人物 其实戏特别重 他对一个演员的挑战 是非常高 然后我就每天穿 花盆底的那个鞋 我的五个脚趾都长老简了 就上面就是老扒着地 那个抓地力要特别好的 要不然打晃的 对对对 每天就是 还有时候还跑呢 剧情急的时候 穿着花盆底还要跑 这个鞋不算本事啊 那么低 那我感觉我的脚腕 已经习惯了 能跑 上我跑一个吗 他们都跟我抱怨 说他们就是戴着那个头饰 到最后说头皮 就都破了 是因为一戴就戴一天 而且你知道这个东西很重 它前后没有办法支撑 它是用发卡完全就是十字交叉 就这样卡着头皮 头顶心 其实特别特别痛 那就是这样的 你的肩膀也会受力啊 因为你这儿重 你就是要用肩这个劲 然后拍完这个戏 我去按摩你这样 按摩师说 哇小女孩 你的两块肌肉不错 说我就两块肌肉 以为你练的呢 对就一直就是这样 五个月一直绷着 你知道吗 那你们休息的时候 带着那个 比如说又不能完全摘掉 你们怎么休息啊 在片场 发行师就会帮我稍微提一下 让他腾空 你知道每天我最开心的 就是拍完戏 当头是拆掉 然后发行师就会在我的头皮上 给我挠狂抓 你知道 哎呦 我觉得开心得不得了 而且我们一开始开机的时候 还挺热的 然后穿着厚的衣服 一直出汗 但到拍到12月1月的时候 那年横店下大雪 里面穿再多的毛衣都没有用 冻死了 特别特别冷 最冷的时候 你知道我就是穿那个 那个衣服里面 穿了几条裤子 我穿过两条羽绒裤 也叫你受 两条羽绒裤 两条羽绒裤 然后我妈妈还专门帮我去 淘了一条背心 就羽绒背心 就是吊带羽绒背心 你知道吗 就知道 就是对 就是因为羽绒背心 一般这里特别厚嘛 你穿着衣服就感觉虎背 熊腰的 然后那个吊带比较低 它能保护你的胃 保护你的肚子 但是上面又很空 我明白了 就是有 我专门有一些装备 是拍戏用的 对付各种各样的衣服 然后你们在试装那一天 听说从早晨 10点一直试到完全12点 最后你试吐了 对 以前一直说 累吐了累吐了 我觉得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那天我真的尝试到 什么叫累吐 就吃下去东西都已经完全不消化了 就一直在试 一直在试 试着整整一整 差不多穿了六七十套衣服 就试完装就不想穿衣服了 导演估计也看不过了 导演到后来就是躺在床上 我一开始他是坐着看我时装 到后来就是半靠着 然后到最后几套衣服 他就躺在那个床上 因为我们在那个 那个剧组宾馆在那时装 我导演你怎么了 困了吗 然后别让人说 导演心脏不行了 吃了一颗素晓就心完 天哪 宫廷礼仪 繁琐复杂 宫廷之中 尊卑等级尤其明显 一不小心触犯公规 就会受到严酷责罚 这些电视剧中 经常出现的礼仪和刑法 在历史上是否有所记载 杞连海与后宫甄嬛传众演员 一起讲述深宫之中 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奇闻律事 今天我们就有请著名的是 我非常欣赏的一位 口才很好的 杞连海老师 掌声有请 欢迎 哇 杞连海著名学者 因在百家讲坛中的精彩讲说 而为众人所熟知 代表作品有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 正说和珅 正说牛庸等 史学著作 历史上的李莲英 说庸正等 还有宗女陪宫啊 欢迎李老师 你好你好你好 终于见到活人了 这六位是我们的宫里的人物 多年轻啊 快去宫里的 其实这都算老的了 就您这最少 马上奥克了 奥克两句 人家入宫的时候还小呢 一般入宫的时候 在13岁以上 但是13岁是 还有小的呢 还有11的呢 有 有11耶 11到20 这是后来放开的 一开始的说是13 我们说周岁是13到16 如果说虚岁是14到17 那像他们这在宫里就废了吧 在宫里头再过两年 如果说皇上还没照见 也没有册封 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失宠的 对 像我这基本可以当容默默了吧 在宫里 你这可以顶那个 这里面的一个角色齐飞的 您也不是编剧 也不是导演 您咋这么了解这戏的事啊 我不是好研究这些 你都看了吗 我看了 全看完了 那您请坐 看这部戏一定得了解点历史啊 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他的礼仪有什么要求啊 我们这个戏呢 一会儿季老师也可以帮我 对 你先说季老师 比较尊重那个史实 演员张晓龙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在《真幻传》中饰演太医 温世初 同时他也是这部电视剧的 古典礼仪之导 一开篇 季老师看了这戏知道 一开篇就有静编三声 我们叫明梢三响 就一开始我们就给打下了一个尊重历史 这么样一个戏 我以前没有在别的戏里面看 上下潮抽鞭子 我想问一下季老师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啪啪啪三声 就是肃静了 静编嘛 明梢三声 大家会儿去步上潮了 但是呢拍出来也挺好看的 啪啪啪一抽 对不对 在这个戏里的有一些条段 就是说 由于你不懂规矩 不懂礼 甚至被受刑处死 这是真的吗 发生在谁身上 我们身上都会有 就有一次很明显 就是在第三集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就是夏冬春 还有我甄嬛梅庄 我们三个人出来 然后她就挑衅我 然后后面就 就是悄悄地被华妃娘娘看到了 然后她就赏她一丈红 一丈红就是 用两个板子把下身打到残废 奴婢听说 那枫叶要先血染 就才红得好看 是吗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就算用她的血 为红一个枫叶 几点颜色 一丈红 骑并小主 一丈红乃宫中刑法 取两寸厚五尺长的木板 则打其腰部以下部位 直达到筋骨结断 血肉模糊为止 远远看上去鲜红一片 那颜色叫一漂亮 所以叫一丈红 小主 请吧 我觉得过去的人 怎么心如蛇蟹呀 这个因为清朝呢 它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个所有的女人呢 其实那清宫里头 就一个男人 大家就是 她不理你了 那你就没事干 所以呢 稍微有权有势的女人呢 都会 都会挺 脾气挺大的 那么大的脾气呢 就往往就发泄在 但是她 她的前提条件是 发泄在宫女身上 所以那里面 有一个宫女 第二季就死了 是吧 这些固座东西 也不仔细着点 娘娘受罪 娘娘受罪 你怎么能拆的 你怎么能拆的 你冲心要害娘娘 你春心的吧 我看你冲心要害娘娘的 你大早便在这闹着鸡犬不宁的 还不快打发了她 娘娘 娘娘饶命 走 娘娘饶命 娘娘 娘娘 娘 娘娘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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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象是可以出现的 而且呢 是记录在案的 不过不是在 不是在雍正朝 是在乾隆朝 乾隆的一个妃子呢生气啊 然后就把那个 打了 然后一下就打死 打死以后 皇上特生气 你怎么能这样呢 把这个 下令把这个妃子 连贬几集 但是过两月之后 还写了一刀圣旨呢 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 得了 官府原职嘛 没事儿 那人白死啊 因为离去 惩罚人特别多 因为在各个朝 各朝各代 你入朝 你要入朝要驱 入朝不驱 或者是持户不端 就拿着那户板 我们看那个板 拿户拿的方向不好 走路不驱步 这都是要出去 拉出去要惩罚的 你要像我们这二郎腿 估计得打残了吧 第二集就是了 那说到李仪 可不可以请小龙老师 今天带着我们的几位主演 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 小龙来 三跪九扣手 跪下一次 磕三个头 起来再跪下一次 再三个头 三跪九扣手 我们经常看到的 听到的三跪九扣手 就刚才孙丽的那个 然后网友们都说 那个是招财猫 招财猫 待会 待会的请安我们 以为招财猫是 但给你看到 为什么叫招财猫 动作很像招财猫 六只招财猫 六只招财猫 二次二次六 对 招手 一 二 三 众小主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 你们都学过这个吗 都学过 你找一位来示范一下 好啊 那个先那个 对 反正你每个人都给示范 来 我跟你一起呗 好 两个人一起来 我也现在是一个 女人的角色 这样 一扣手 二扣手 三扣手 星 就起来 这是衣柜三扣手 再来 真麻烦 节奏很慢的 一扣手 就这样三次 眼神呢 眼神呢 就是你的眼神 头不低 眼神要稍微垂一点 眼帘 稍微垂一点 对 稍微垂一点眼帘 以示对别人的尊敬 对 不能直眉瞪眼的看 其实 在古代呢 你在皇上身边去服务了多少年 你可能没见过龙眼什么样子 头是抬着 但是眼皮是低着的 对 所以呢 就只能看到肩 因为你不能看到脸 那 过去皇帝跟皇 就是他们上街 大家都皇帝 那个都是假的吧 那个完全假的 对 没听说过 如果你在宫廷里面 在玉道上 或者在哪个胡同里面 看到了皇上 怎么办 一个礼仪的那个过程 整个过程 我做一遍 好 有人说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就是公里的跑堂的 我正走着走着走着 看到了皇上 或者看到谁 有遗仗 背对 然后往那边比如尊者过去了 还要退 才可以抬起头 这是拳的 那比如说我要给您送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这 举案齐眉 对 这是在戏之前我要对所有演员都练过的 这个不光是走看 完了辞别的时候还要退 这是一个整套的礼仪 哇 太厉害了 祝祝谢谢啊 如此严苛的礼仪要求 也体现出宫廷中森严的等级制度 与《甄嬛传》中 每一个嘉丽都衣着宫鲜相比 真正的清朝复控之中 根据嫔妃们地位等级的不同 他们所享受的物质待遇也有着天壤之别 你得给我摆这等级码一遍 他们几个明白 我们很多人不明白 黄后一名 黄贵妃一至两名 然后贵妃两名 然后妃四名 然后那个嫔 六个 只有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呢 就是怎么说呢 嫔都是理论上都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你可以生孩子 生孩子以后不由你带 比如说我们按这个 生孩子不让人家带 这个孩子养完了 像他们还那个 说那个 包括说贵人哈 有一个大房子 瞎扯呢 贵人连房子都没有 还有医院呢 贵人答应常在 就没有什么地位了 对 没有很多了 生的孩子都在给别人 哎呀这节目我做不下去了 我那火烫烫的 所以这是 雍正跟他妈不亲啊 雍正不是他妈人的 跟他妈没任何关系 就是你生完我 我家根本没见过你 没见过 什么时候可以见呢 就是先皇死了 而且呢 你已经过了四十岁了 你知道吧 所以人家那些嫔妃 就拼命地往上爬 因为他不完全是为了自己 就没得选择 《甄嬛传》已称为各大卫视争相播出 且颇受好评的电视剧 作为全剧的总导演 郑小龙又是如何评价这部戏 和戏中的演员呢 您也合作过那么多的大演员 对吧 怎么会想到跟陈建兵合作 你看旁边跟小松鼠一样 哎你来了 他马上放松了 他就可以吃了 我就不能 他哪有什么皇帝的腔料 你看看 为什么 我我我看他拍过很多片子 这是这是我觉得他 就本身他的那个质量啊 就他那个素质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有一个 就是我是想把这个片子 其实原来也想过别人啊 年轻一点点 最后我都缝 我觉得不对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片子拍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嗯 最后我我刚才我跟 在那块化妆间我见了建兵 我说哎 陈建兵是一个英明的啊 啊 决责 因为他 由于由于他的出演 使这个片子的最终变得特别落地 嗯 使后宫这些故事变得特别落地 啊 由他带着把这些妃子们啊 把后面的其他演员都带着被别落地 嗯 这点是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俩在拍摄现场也经常说 哎咱们不能拍成 哈哈哈 他有时候就说哎咱们不能把这戏拍成什么什么戏 嗯 哎呀咱们不能把这拍成什么戏 我们一定要拍成我们自己的一个 后宫甄嬛传 看来你对那个 所以说我特满意 啊我特别满意 哦 因为很多演员 就是那个 有文化的一个演员 而且有啊 有有情怀这样演员 不是特别那个什么 他是其中一个 对真的 这样的啊 我们把戏里的一些片段拿出来 我们想请两位回忆一下 你们拍哪哪些戏 比较印象深刻 我们先来看一下 嗯 老十七 你恨毒了朕了吧 啊 臣妾再恨毒了你 也会好好抚育靖和公主 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石出的孩子 得皇上多年疼心 九泉之下 应该是你 你 你 毒 我 只要杀了你 不妨告诉皇上 回宫后 在你身边每一刻 每一次与你接触 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嗯 嗯 动怒无异于龙体安泰 只会摧发 金丹和朱沙的药性 让皇上毒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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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行花微雨 你说你是果军 也许从一开始 便都是错的 嗯 嗯 嗯 刚刚我们看到这一段 是郭继琴剪完的 然后配上音乐的 嗯 但是您当时坐在现场 看到他们在那里表演 见识器前 您看陈建铭的表演 你什么感受 我把自己放到剧情里头 嗯 我看他的表演我就 我的手就特别紧张 然后我就不喊停 建铭你记得咱们继续就是一条往下来 我就不喊停 他们两个人其实也没有排练 因为他们也是在这个情境当中 因此他那个 那个整个这个词下来 那个那个节奏把握 和情绪的把握 我觉得都对 一旦我觉得不对了我就喊停 所以说我就看着我完全的停 最后到他把这场戏整个演完 好长时间我就觉得 那边已经我这边已经喊了停了 但是我还在那个情绪里头 我觉得特别棒 然后说再加一个特写 那个手的特写 我们再拍一条 嗯 刚才那套戏是一条下来的 一条下来的 这边这彩戏收了以后 多久编过来了 然后吃了导演的零食嘛 面对《甄嬛传》如此巨大的拍摄任务 每个演员都严格要求自己 尤其是普通话说的并不流利的蔡少芬 更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戏 每一句台词 那没关系我可以做得到 只是我怕你们会觉得 因为我说普通话了 好像戏不太好 但其实是对白不好 但是戏不会改变 对对对对 首次与蔡少芬合作的陈建斌 也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感觉我在拍一个香港电视 老爷 老命啊 老爷 这个打发挺奇怪 真的啊 你说普通话 哪里不要笑 我不会 我不会的 因为我们是拍摄的这个过程中 当然天气非常冷 在这个恒变 他当时就是怀孕了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 他在现场弄一个特别大一个袍子 特别厚一个袍子 在那裹着我们拍夜戏 很敬业 而且我记得 有一场戏就是 最后就是说 我演的这个皇帝要废 他演的这个皇上那场戏 他就跪在地上 有一大段的这个激情戏 我当时看我看我 真是非常好的一个音乐 都怀着孕呢 也不怕伤着身体啊 那没办法 就我不清楚 可能是不是我们这个拍戏的过程中 他才发现自己怀孕的 之前大晚上不知道吧 是啊 那没办法 七十几要拍很久啊 但多苦啊 那保胎有的人根本就不敢 而且他年纪也不小了 三十来岁了 是 所以我说这非常这个 有这个职业操守 大胆 纯元是你的亲姐姐 你就不怕报应 五夜梦回的时候 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 来向你追魂索命 他要来索命 警官来索呀 皇上你只顾姐姐有欲之喜 何曾还能 成绩于你的孩子呢 他还不满三岁 高手手的浑身滚疼 不去而死啊 直接抱着他的身身 在雨中走了一晚上 想走到阎罗殿 秋马殿身符 要索命就索我的命 别索我儿子的命啊 这个角色 蔡小芬呢 您是怎么选择的 蔡小芬说广东话 陈建民 你们怎么对词啊 你懂广东话吗 不懂 因为这里面的台词 是大量的台词 一句都不懂啊 那演的时候呢 都说各的语言吗 因为我们是后期配音嘛 所以他就说他的 擅长的这种 广东话 但交流不会有问题吗 不会 因为实际上 你看剧本的时候 你不可能只看自己的台词 再问一下 郑导 这个戏里面有没有让你 特别头疼的演员 拍到一半说 我为什么要请他来 我为什么要 会在这儿承认吗 对 就是有话 你不用说名字 你就说有或没有 然后就跟我们讲的事就行 蔡小芬就是 对 蔡小芬 然后刚才说 为什么觉得蔡小芬很头疼 没有 他 他说那词 我也不认得 我也听不懂啊 但是我 我拍戏有一个 我一定听他们 说词的 因为我要不听他 我觉得那个 那个表演啊 他要把词说对了 就是逻辑重音啊 包括情感 在这里面说对了 他基本上戏就 一半了 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听不懂他说的话 弄得我一边看 我这边看了剧本 这边看了牵诗戏 这边看了牵诗戏 这儿戴耳机 我天哪 一般我们演的时候 他就只看就行了 听 你说你拿个剧本 一边看 我是很努力的去 去 这每天晚上 就不停的去看剧本 然后去背 然后我有一个助理嘛 他就讲国语 我说怎么说 怎么说 叫我叫我 虽然很多音都是不准的 他们也会笑 通常的那些姊妹都会笑我 可是我觉得 不管啊 就是音不准 我也是把它 说成是国语 除非是很重要的戏 我完全不能因为这样子分心 我才说广东话 要不是我还是说普通话 这样子 然后我希望在配音的时候 人家配我的口型 会配得比较舒服一点 而且说出来给观众感觉 就好像是跟他们一样的那种 所以多辛苦我都去做 那算了吧 我的普通话还是这样子 有一场戏是很重的一场戏 皇帝废皇后的一场戏 非常重的一场戏 就是他们两个人 那一场戏我估计至少十几分钟啊 那一大场戏 就蔡小春 我不相信他能够拿普通话演的出来 因为语言这个东西我觉得 它是自然产生的 不要反应的 所以那一大段他完全用广东话演的 但是那个情绪就特别对 而且他中间还有 他从来对皇上都是毕恭毕敬 但是在那一场他突然敢 敢对皇上 来冒犯了 或者来紧嘴了 就突然那种情绪的那 他有爆发的 我想就是他这一大段的表演 就是他用广东话 我就是在那一段里面 我知道我觉得他演的非常好 但是那词说也是错的 就不准 我心里就打着鼓 我不知道 所以陈希才会如此 最后完了 我就问旁边的那个长戏 问他们 他说完了没有 是不是说了 说都说两句 那反正配音吧 最后找着 还有个问题 这戏里面有没有让你 特别心疼的演员 很多都挺心疼的 孙丽吧 刚才那个 因为陈建民刚才抛砖语欲了一下 说他特别可怜 每天坐那儿都一直被台词 因为孙丽的那个 是我们这戏的女一号 而且又这戏 讲的是主要讲 甄嬛进宫的故事 叫甄嬛传的 所以他的戏 戏的份儿很多 才词也很多 所以说他真的很 真的 我到现在没想 就拍戏这么长时间 我跟演员或者什么 拍完了以后 咱们还一块去吃饭 蒜羊肉咱们也吃过 还是没吃过 我就跟孙丽也去吃过 但是我就没有一次 跟他有过一次完整的吃饭 就说大家完了以后 一块吃顿饭 从头到尾 没有 永远是吃一半 还是导演 我得先走 怎么回事我回去要背词 我明天有那么多词 他就要先走 非常非常轻易 但是我觉得 非常 对他来讲 我觉得这个戏的难度也很大 确实很大 因为大 对贱闭来讲 我觉得很大 他是文言 是半文言 那种词背起来 是很费劲的 我在这个戏里 我所有戏是最多的 因为大家都有机会去 可以去玩 和大家去吃饭 但是我如果这样的时间去掉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看剧本 因为如果你看到我的剧本就知道 就是 就大段大段的台词 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吃饭 对所以我也很怕 大家会觉得 说明怎么跟我们有距离啊 不好接近 所以我觉得民间的戏 还不是很多或怎样 我还是小方设法 还要跟大家要 要一块玩玩啊 一块吃饭的 如果你碰到一个演员跟你搭戏 他就说1234567 你怎么样 他早把他灭了 我没碰到 我不允许我的剧组演员这么来 我一直说1234567 我就不太清楚啥意思 真有 就是有一些演员 他比较能卖票房 比如说他说我可以给你客串两天的戏 嗯 你把两天的东西剪剪剪剪剪 剪到 就填到这整个20集里面去 然后呢 他来不及背词 他就跟你说1244567 那真好干你这好 他那个一共 就会目的让人觉得 这个 一共他这一段有五 五十个字的台词 你就说五十个数字 他这么我就会 我崩溃了 干什么呢 演戏呢 一个非常优秀的 就是一个文学作品 然后呢碰上了一个 特别能够驾驭他的一个导演 还有很多很好的演员的这个演绎 我觉得他会让你除了看到这个情节之外呢 还能看到一些别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最有魅力的 谢谢 本期会员国之超级访问 成功 谢谢 主持我们的超级来宾 刘欢老师 哇 提紧相避 刘欢太难处置 潇洒地点 你走路一圈一拐 老主就拐棍 出来像南霸天想的 现在这里边就有一个人工的关节 是太清楚了 过内安检的时候叫 反正你还说不清楚 面对传闻 刘欢避而远之 首度成亲 说为了给我治病 我太太还跑长班山去找什么药去 感觉上山里边挖什么身体 同期女儿刘欢满腹愧疚 她从小长得这样 我就没怎么带她去什么地方玩过 她那家长会我从来没去过 都是我太太去 2018年奥运结束后 刘欢放下一切工作 远赴美国做起陪读老爸 开车没事出去转转 然后晚上再把她接回来做顿饭吃 盯着她的作业做完到点睡觉 刘欢首次上电视表现如何 珍贵资料难得一见 86年的世界电影 不知道那时候刘欢老师什么形象 坐住老鼻子 我也坐住 坐住 挺诚意的 来 看一下 好外魂的感觉啊 超级访问为您呈现 不一样的刘欢